参选寿风乡长补选的刘耀宗 在证件中特别强调 将会延续前乡长曾淑仪的脚步 持续打造东海岸观光景点 他再次强调 观光是他重要的施政方向之一 希望乡亲们能够给他机会 来完成前乡长曾淑仪 对于寿风未来观光愿景上的理念 寿风乡拥有非常多的自然资源 与观光特色景点的象征 不论是在农业或者观光上 都有傲人的无敌景观 相对的对于参选 寿风乡长的候选人 也就必须拿出对于观光发展少政策 在我参选的证件里面之一 有一项 在台11线 漂亮隧道旁的就有道路 打造出观光平台的景点 近年我的内人曾淑仪乡长 已经有提出活化 旧有的闲置的道路上 打造出观光产业的平台 在花蓮县除了泰鲁峡峡之外 创造出我们花蓮最亮点的第二个景点 增进我们观光的产业 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 108年度 深风乡公所就请了规划公司 规划跳浪断腹地 以台11线19公里段为中心 在旧路延伸的范围约1.2公里 作为活化的空间 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打造一个常态性的日出节 来结合我们原住民的风链记 还有等等的一些活动 还有在这边的产业就是民宿饭店 能够来这边做一个long stay 休闲 所以有看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可以再利用 在前面的1.2公里以内 墙壁营造为希腊的墙壁 就是白色跟蓝色 给我们的游客来这里一游 还有可以做一个市集 推行销我们的产业 然后来这边打卡 然后我们这边能做一个 收一个维护会 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些 相互的一个收入财政 收封厢前乡长曾淑义说 滨海飘浪旧路活化计划 希望可以透过县政府协助 向中央争取花东基金补助 来进行打造 夫系刘耀宗也期许 一旦当选收封厢长之后 能够为花莲再造另一个特色景点 据则林杰 收封厢采访报道